張志恒老婆爆全家食飯錢被握 文敏直言有沉死念頭 我真的很累很厭 對於網民問中緩一事 文敏就無奈地說拿不到 有離婚界KOL之稱的張志恒、Steven 和太太歐移民文敏四年抱死 一家四口長期經濟困難 經常要向網民借錢解決 直到七月時 張志恒終於滴起心肝做職安身漢子 一家人的生活似乎已經恢復正常了 想不到短短不足三個月 張志恒就因為開工不足而要向網民求救 在10月1日時 就到文敏自爆一家的食飯錢被人握 更加直言有沉死的念頭 一家人的情況再次令人擔心 文敏在IG story 連續出帖 先是自爆被握錢 他說最窮最節奪面臨沒有屋住沒有飯開 生存不到的時候已經是最乞意 你要我們還錢可以直接說 但不用用這樣的手段 當初是你自願主動幫我們一家 無限感激 但你最後用這樣的手段 一家的食飯錢都被你騙了 祝福你好好過 似乎是當初借錢給文敏一家的人 用手段去到張獻款 連本帶利地拿回 因而令他們一家陷入絕境 其後文敏再出帖 更說有沉死的念頭 他說不迫到長角 沒有人會出來欺負 五年了 我真是很累 很艱 如果有人可以讓我放心 放下小孩 你猜我不想去找肥妹嗎 肥妹是文敏已經離世的愛犬 我真是很掛罪肥妹 雖然幾乎生無可戀 但文敏也有問網民下一步應該怎麼做 有網民問為什麼不拿中門 有需要為什麼不拿 文敏很無奈回答 個個都問 拿到拿了 Mira再爆戀情 阿Jer被揭和插畫師Koe 拍拖看家電 戀情浮面 引氣南團Mira的成員 劉應廷阿Jer 在去年傳出和翻版 陳嘉倩之稱的插畫師Koe 物有日本 阿Jer後來澄清Koe 是相識多年的朋友 又說自己沒有拍拖 而近日有網民偶遇阿Jer 和Koe 在九龍城買電器 好像老夫老妻一樣 並肩而行 看勻全層的家電 阿Jer更加一度拉低口罩 令到真身曝光 照片曝光之後 不少網民都大讚兩個人很合襯 甚至猜測他們拍拖看家電 是不是已經到達同居的階段 李子晴鋪翻唱片段大展歌後 網民激讚 《仰靚聲甜》拍得住原唱 人靚聲甜 31歲的李子晴 2018年參選港者入行 在《愛惠家之開心速遞》當中 飾演Elaine而得到關注 出名擁有天使面孔 魔鬼身材的他 經常在社交平台大派福利 深授網民的喜愛 更加獲讚是全愛惠家最棒的 原來李子晴除了身材出眾之外 還擁有一副好聲音 李子晴在IG裡分享了翻唱Curity的歌曲 至少做一件離譜的視片 並且留言說 喜歡的一首歌《溫柔》當中帶點挖強和任性 第一次錄製 希望大家喜歡 送給大家 見到這條片李子晴唱得很投入 聲音溫柔又甜美 獲得不少網民讚好和點唱 說很溫柔很好聽 不單好聽人又漂亮又甜 唱得好好加油 這麼好聽的有沒有得點唱 聽起來很舒服 什麼時候再錄下一首 更加有人激讚和原唱差不多 好聽 好過很多在職的女歌手 好厲害拍得住原唱 也有人給了意見 說戲聲可以多些咬字可以再進步 加油 TVB財經小花曾曉廷獲男友浪漫求婚 榮聲人妻細句鑽放閃 曾曉廷分享求婚的經過 TVB新聞小花曾曉廷曾經在財經 電影台主持看出過未來 和家居足跡等等的節目 外形甜美的她被網民大讚 始祝女神何伊亭 更加被封為新一代的新聞女神 而日前她就在社交平台出帖 宣佈榮聲人妻 她分享了很多張在泰國報吉 得到男朋友求婚的相 留言說 Yes I do 從來沒想過有一個人願意為我做這麼多事 默默記住一切我的喜歡 純白色的花 只有我們倆在沙灘上吃燭光晚餐 多謝你為我放屬於我們的煙花 這場煙花永遠是我看過最美的 在最好的時候遇到你 不遲也不早 林先生 林先生請多多指教 梁家瑩、吳子正爆不和後手同場 合照零交流明顯臉了 兩人之間幾乎隔著一個身位 應屆港姐押軍梁家瑩是非不絕 早前網上流傳出 疑似與港姐四強吳子正在決賽後的訊息對話截圖 被指譏諷對方下年可以再參選和買後官 兩人各執一詞 梁家瑩被暗指說謊 日前港姐與奧運聯合團隊去舉行慶公宴 一眾參選港姐齊齊現身 令兩女合路相逢 在大合照的環節當中 一眾佳麗跟著參賽的號碼去排列 梁家瑩和吳子正因為參選時的號碼相連 所以被迫站在一起 但在大合照的時候 兩人站得離巷離辣 明顯臉了 企業強人 譚俊賢中間南面獲讚好戲 盤點情緒爆發青筋氣 VS眼神愛心氣 播出第十一集的企業強人 焦點落在Sean、譚俊賢飾演的徐道明身上 徐道明因為心愛的女人 由張希文飾演的宋喬 瞞著自己墮胎所以非常生氣 並且一心認為宋喬這個舉動 是因為仍然喜歡由陳浩飾演的趙海有關 所以自此 道明對趙海進行連串的惡意攻擊 並且繼續慫恿 世代物流最大的三間競爭對手 提高排單費五成去搶人 務求令到原本資金已經非常緊絕的趙海 去到為欠人財負債更多 而在昨晚播出的一集 徐道明將行動升級 除了要脅趙海和由公家恩飾演的方方 將天空城無人機研發公司的股份 賣給世代物流最大的三間競爭對手之外 還當著趙海面去到歷數趙海四大錯處 劇情非常緊湊 由企業首播開始 Sean就展現了非常豐富層次的演技 第一集由於徐道明親眼見到親哥哥跳樓自殺 但受打擊的他 為免越洋的母親去到擔心 所以只可以強忍相同 隱瞞實情 但同時又可以感覺到他巨大的悲傷感 之後由於道明非常努力 成為了指控實際和數據的企業強忍之一 而為了配合出現商界強忍的身份 Sean的演技又變得非常沉實穩重 表情相對小變化 不過去到最近兩集 由於深感宋橋對趙海如情未了 Sean為了徐道明再度闊育低調情緒 尤其在世代物流三大競爭對手和在宋橋面前 Sean不單止意氣風範 微表情相對自我、冷漠、囂張 全程沒有太多激動位 除了看到宋橋一再維護和心痛趙海 且自覺沒有什麼比不上趙海的時候一幕 Sean才激動到青筋暴演 但就展現了非常奸感覺 令不少網民看得非常慾緊 並且對於道明是否繼由姜大偉飾演的《營文號》之後 成為這個劇最大的奸角表示非常好奇 並且大讚Sean不愧為視低級 表情又奸又有火、很好戲 奸過生壽的都做得不錯 感覺不知中還是奸的眼神很重要 另外Sean最煞食的是還有183cm的身高優勢 和溫文耳壓又時尚的西裝穿搭感 不少網民直指Sean在劇中 好看的穿搭為角色加了不少分 看來監製是有心打造Sean 和張希文成為最Fashionable的CP 不說不知 Sean之前為了拍攝電影《爆裂點》激減了18磅 每天爽跑15K兼且斷食 不過之後為了做好道明這個角色 Sean再按監製的要求瘋狂增磅 為了增加輸身感 監製Marco更丁足Sean要避開陽光回復白症 而Sean的成功變身 亦印證了他對於角色的要求和專業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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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